我們平常在吃的殺魚 可能不是真吃的殺魚 小規會就挑戰市民上四驚 表示殺魚產品 歡迎說有兩驚跟表示並不符合 小規會就表示 若是約吃上柚魚來繼續殺魚 平常吃了可能會漏漆 好有消息 應該就要加強啟炸 殺魚的肉吃軟又油 魚是又少 是這麼多人要吃的魚 不過有消費者向小規會 歡迎說 他們要殺魚回去吃 想不到吃肉所發生 漏白白油的情形 小規會說 其實這是因為消費者買到的事 是種拼命風加上殺魚 是名為作殺青 也是人家說的有魚 如果是這去吃牛 搭不吃牛 跟電商北台參與四驚 殺魚的有本 結果發現兩驚殺魚 魚症的感情跟票數的不一樣 調查結果事實上 就血魚的部分來看 它違規的狀況 就是超過百分之五十 主管機關的部分 當然對於這個 我們這一次所調查的違規的部分 當然要依法 來做一個的觸發 小規會表示 第一次面上流通的殺魚 一般是大山油刷 太平洋刷 叫兩蘭刷 阿拉斯加刷 頂頂的刷魚 不過去市場設計量 很多紅帝魚漂是作比刷 給消費者教授說 那是刷魚 還有教授說是因刷的魚症 其實就是介紹最精少的油魚 那這個魷魚的話 它實際上 它裡面的油 實際上是辣 你要是買到 你是吃進去 你一定會知道 你買的是魷魚 因為你吃進去之後 你一定是會拉肚子 你要是用手去摸 它的這個魚皮的話 實際上是並不是那麼平 另外這次 為電商北台買的 巴薩魚的商品裡面 也發現說 夾著它黏魚肉 跟車站好白酒會的方式 讓民眾更會負責清楚 它如果感受 違法要由主管機關來認定 讓有主管機關 應該要討論 是不是要受法 對夾著這種 軟空的行為來進行規範 接下來 綜合報道